在这一边才有我们Sketch这个Graph fx等于1加Cost,ModulusCostX 所以我们的那个CostX呢,它的Graph是怎样的,CostX的Graph是这样的 OK,然后过后呢,呃,它的ModulusCostX呢,会是等于,呃,跟它变相,这样,然后这样,这样,这个是ModulusCostX 然后它这一边它是1,然后这边是1,然后这边是-1,然后接着呢,我的1加的话呢,就是说它再上来1,OK,加1,1加这样,OK So我的1加的话呢,就是全部加1,向上走1,所以我的这一个呢,就呃,变成这一个,这样,这样,这样,然后这一个是1 这个是2,OK,好,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它要我们找它的range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domain So我们的这个,它要我们Sketch的时候呢,它这个是0到2π,所以我们要用π的那个方式咯 所以a的呢,它是在这一边,然后我们这一边,我有1跟2的话呢,它是这样,呃,过来 然后这一边,然后这一边又过来,OK,这样呢 然后它是下来,上,再过,所以这一边是2π,这一边是π,这一边是π2,这一边是3π2,OK 这个是我的那个,呃,什么,呃,d加modulus cost x,这个是x,好 然后过后呢,它要我们找它的range,所以它的range呢,会是等于我的那个y呢 是在1跟2之间,这样,所以我的range呢是y在1跟2之间,对,OK,好 然后,它在这一边呢,它要state the number of solution for这个 So我的b这边,我的xcos,modulus cost x等于1-x,我要把它变成这样的东西 我的这个modulus前面是没有x的,所以我除掉x,这个也除x,这个也除x OK,so我就有modulus cost x,OK,modulus cost x等于1-x-1,然后我把我的这一个简翻过来变成加,OK 一加modulus cost x等于1-x,所以我们的这一个,我就直接画我的fx等于1-x,这样的东西了 我们知道fx等于1-x,它的graph是这样的,OK 我的x等于1-x等于pi的时候,它就1-pi,然后我的x等于pi的时候,1除3.142 OK,pi的时候它是这个0.3多,OK 然后我的pi per 2的时候呢,pi per 2,就这一个per 2的话呢,它是0.6多,OK 然后我在这一边,假设它是1的时候呢,OK so1除1的时候,它是1咯,它在这一边是1的时候,它是1 所以它的这一个graph呢,它是类似这样的东西,OK 好,然后我换一个颜色,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一个是我的那一个,iper x 所以它们交界的地方只有一个,所以它的这个的答案呢,是one solution OK,so我们在这一边呢,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one solution 然后我们去desmos这一边,你就可以scatch这个graph 首先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,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的这一个东西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,它原本呢,它整个过程是怎样来的 就是说,我们从cos x开始 然后过后呢,我们就有那个modulus cos x 然后就是把它变上来 然后过后呢,我们就有一加那个modulus cos x 这样咯,OK 然后限定它在那个0跟2派之间,就是这个 然后最后呢,我们的iper x,OK 我的iper x,它是这个,然后它们碰到的是0.538 x等于0.538 所以你刚刚的这个modulus x modulus cos x 加x减1,为什么加x减1呢 因为我等移嘛,等移的时候,我就加半过去变简 减半过去变加,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,我就把我的这一个,呃 加,翻过来,加x减1 所以在这边,我这个是加x减1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root 0.538 跟这个0.538是一样的 它只有一个root而已,OK 然后它的graph其实是很奇怪的 这个,单单降化的话 但是我们,在SBM 你这样,能够做出这个就够了 OK,只是 我们有desmos,desmos 是很方便咯,它就能够让你看到 它整体的这种变化啊 然后solution在哪里啊,这样你就 就能够比较清楚的理解的到这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它的solution 就是它的root 这样嘛,OK,好